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华为鸿蒙系统在数天前已经正式发布 从用户升级后的体验反馈来看 相比于安卓系统 升级到鸿蒙系统的华为手机 整体表现要更加优秀 系统响应速度有了大幅度提升 当然,口说无评,也很难扶重 况且现在在网上 还是有不少人质疑鸿蒙系统 是套壳安卓的 在这部分人看来 一个套壳的系统 表现怎么可能好于原版系统呢? 一个系统是否好用 是由多方因素组成的 如系统动画 是否后台情况 以及退出应用后应用恢复率 系统动画这个见仁见智 要重点讨论的是 鸿蒙系统、安卓系统 以及苹果系统的应用页面保留率 以及恢复率 鸿蒙与安卓、iOS系统的测试结果出炉 首先是应用状态保留率方面 根据鸿大师实验室公布的测试结果 开启多个应用后 华为鸿蒙系统的页面保留率 为83.33% 与iOS系统持平 安卓系统的表现最差 只有66.67% 由于第一轮测试 安卓系统的表现过于差劲 所以被踢出局了 为测试鸿蒙系统 与iOS系统的后台处理能力 这次鸿大师实验室加入了一些负载操作 也及时多启动一些高负荷应用 最后再分别来看这两个系统的后台页面恢复能力 在系统高负荷运载后 iOS系统的页面恢复率只有31.82% 这与鸿蒙系统95.45%的页面恢复率 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此可以推导出 在处理高负载应用方面 华为鸿蒙系统要优于iOS系统 鸿蒙系统与安卓 iOS的差距也太明显了吧 这是在鲁大师公布测试结果后 媒体及网友给出的最直观评价 与此同时 鸿蒙系统优异的表现 也是彻底打破套壳传言 相关从业者指出 单纯论系统实用性 鸿蒙系统确实是要优于iOS及安卓系统 鸿蒙微内核 总计源代码只有460万行 不到安卓的三分之一 但是性能却不相上下 真正颠覆的是 微内核轻量化带来的分布式结构 这个技术目前才是 鸿蒙独一无二的领航技术 苹果安卓想要挤进微内核领域 就必须舍弃原油的安卓和iOS 重头再来才行 除了鸿蒙OS之外 APP应用也是分为 安卓版及鸿蒙版的 虽然鸿蒙OS是兼容安卓APK的 但鸿蒙版APP应用 也有自己的特点 比如支持鸿蒙特性 支持鸿蒙的卡片式设计等等 鸿蒙技术社区公众号 现在找到了六款应用 支持鸿蒙特性 这些应用跟正常的 安卓应用图标是一样的 但也会有区分 比如脚标多了 HMOS四个字母 或者是命名就用了 鸿蒙版HM版 另外支持 HarmonyOS特性的应用 都会在介绍中标注 含HarmonyOS服务 也可据此判定是否为HarmonyOS应用 第二点 两类HarmonyOS应用 并不能安装在其他安卓手机上 第三点 目前纯HarmonyOS应用的体积很小 但同时功能也很少 第四点 支持HarmonyOS特性的应用的体积 和安卓应用没有太大差距 有时还小于安卓应用 但是明明集成了更多功能 日前 华为新生社区最新公开了一封 标题为 关于规范HarmonyOS沟通口径的通知的 总裁办电子邮件 签发人为徐志军 该通知最大亮点为 华为在通知中透露 华为已于2020年2021年 分两次把该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基础能力 全部捐赠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由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 整合其他参与者的贡献 形成Open Harmony开源项目 华为将持续参与Open Harmony开源项目共建 迄今为止 该项目已有245位贡献者 最新的版本为Open Harmony 2.0 对于捐赠华为 鸿蒙操作系统核心基础能力 给工信部的意义 以及未来鸿蒙是否属于工信部 华为给出了官方解读 华为把鸿蒙最核心的基础架构的部分 全部捐赠给了开放原子基金会 各个厂家都可以平等地在开放原子基金会获得代码 生态企业可以根据各自的业务诉求 做自己的产品 我们华为也是从开放原子基金会拿回来代码 再叠加上我们的产品特性做的产品 所以后续企业是否采用鸿蒙系统 加入鸿蒙生态就是企业的商业选择了 对于华为 华为捐赠鸿蒙基础能力 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王成璐如此解释道 鸿蒙Harmony OS2面试后 一度引发各界不同的声音 甚至部分友商公开表示 不会使用鸿蒙操作系统 OPPO表示 在手机业务上 华为是竞争对手 不能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上 小米表示 华为目前正处于美国的制裁之中 而小米又严重依赖高通芯片 为了规避风险暂不考虑鸿蒙 荣耀也发表声明 安卓仍然是首选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排除使用鸿蒙 在此背景下 华为在最新内部通知文件中 再度重申了鸿蒙的定位 形成对内对外沟通统一口径 华为在通知中表示 华为智能终端操作系统 即鸿蒙是华为研发的 面向万物互联时代的 全新的独立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 为不同设备的智能化 互联与协同提供统一的语言 该操作系统有三大特征 一是一套操作系统 可以满足大大小小设备需求 实现统一OS 弹性部署 二是搭载该操作系统的设备 在系统层面融为一体 形成超级终端 让设备的硬件能力 可以弹性扩展 实现设备之间硬件互助 资源共享 三是面向开发者 实现一次开发 多端部署 为保护华为现有手机和平板用户的数字资质 Harmony OS 2实现了现有安卓生态应用 在部分搭载该系统设备上的运行 华为表示 在解决操作系统卡脖子问题之际 华为也在努力解决芯片卡脖子问题 天眼查显示 中科院微电子所控股的 北京科义红源光电技术公司 注册资本日前发生了变化 注册资金从1.2亿元 增加到2.02亿元 增长68% 主要是投资人多了 其中 华为旗下的哈勃投资 占股4.76% 成为第七大股东 公开信息显示 北京科义红源光电技术公司的 控股股股东 是中科院微电子所 持股26.6% 主要业务就是光刻机中的 三大核心技术之一的光源系统 是国内第一全球第三的193纳米 ARF准分子激光器企业 2018年科义红源自主设计开发的 国内首台高能准分子激光器出货 打破了国外厂商的长期垄断 该公司秉承光电改变生活的使命 致力于打造准分子激光领域 自主创新型企业 年产RS222型光刻准分子激光器 光刻用准分子激光器 405光纤藕合头等各类设备 30台套 目前 哈勃科技对外投资企业已达28家 历史对外投资9家 其中以半导体产业企业为主 投资领域涵盖模拟芯片 碳化硅材料 功率芯片 人工智能芯片 车载通讯芯片 连接器等 本次投资光刻机 无疑继续补权哈勃投资的生态 据美媒报道 华为将开发出一款3纳米的芯片 预计2022年发布 暂时命名为麒麟9010 未来将用于华为高端手机和平板电脑 这次突破预示中国已经有了 自主设计高端芯片的能力 甚至完全不需要依赖媒企 美国的制裁对华为失效了 令美国更为头疼的是 在全球芯片短缺的情况下 芯片还迎来了涨价潮 美国需花费更高成本 用来购买芯片 而且即便是美国想买 或许都不可能买到 中国的许多代工厂订单已经爆满 中国企业也都开始使用国产芯片 而美国将会在这次芯片荒中成为最大的输家 虽然美国的新基建计划决定拿出520亿美元投资芯片制造产业 有望拉上三星和台积电在美国投资 但是在短期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不仅是美国在建厂 中国也在建晶圆厂 除中其外 三星和台积电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设28纳米晶圆厂 此外 韩国也宣布 会在未来十年投资510万亿韩元 全面支持建设半导体强国 同时 欧盟也想摆脱对美韩的依赖 计划成立一个芯片联盟 并拿出500亿欧元投资 这意味着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全球半导体产业将紧喷式发展 出现产能过剩 美国根本不可能继续在半导体领域 持续收割世界的财富 而坐拥全球最大市场的中国 还有着巨大的优势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